一个口的静置 为什么呢 气在你身体里面一定要闭口 所以最好的清净你的口的方法 就是嘴巴闭起来 不要讲话 然后我们有一个历历法师 他是很少讲话的 他闭口 历历法师 他闭口 不讲话 除非你问他 他才讲话 否则他不讲话 很少讲话 至于有一个好处 圣雄甘地 每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 他要敬口 他要闭口 不讲话的 你跟他讲什么 他都今天闭口 今天不讲话 他要闭口一天 那是口清净 因为所有的业障 人所有的口业 都从嘴巴讲出去 都从嘴巴讲出去的 你照了口业 口的静置 均于少说话 你就口就静置 你多说话 换口业啊 因为背后讲人家的都是是非啊 你换了口业啊 师尊讲他是为他好 是校正他 没有换口业 别人讲他也不太行 马上就卡音